好 我們一開始先帶大家來看到 夏天的腳步越來越接近了 每年多午節前後就是荷花開始綻放的時期 畫面上看到的是在新北市淡水的屯山裡 石頭錯附近 已經開始有荷花綻放了 而這一整片荷花田有十幾公頃 看起來非常的壯觀 要賞花的話也要留意天氣資訊 既然在北部的天氣從象山看往台北101 可以看到雲還是偏多 但是雲層風隙已經可以看到陽光還有藍天了 既然在台北市還有新北市天氣都是多雲稻晴 中午過後容易會有午後雷震雨 局部雨勢可能會比較大 所以想要賞花的話上半天會比較適合 另外還要注意紫外線在新北市還有台北市 紫外線也都是過兩級的 晨晨太陽還不錯 但是要記得出門要做好防晒 明天開始就是三天的端午節廉價了 大家都很關心天氣很好不好 整體來說是滿悶熱的也會下雨 不過沒下雨的時間比較長 現在看到今天明天的天氣 其實和今天蠻類似的 大各地都是多雲稻晴 清晨到上半天大概天氣比較好 在中南部可能會有一點點小範圍的零星降雨 而中午過後的午後雷震雨 範圍包括了各地的山區 還有大台北地區宜蘭花蓮 而溫度方面都很溫暖 全台灣有32到35度的高溫 華隆洲的話早上的天氣很不錯 但是中午過後就要留意午後雷震雨了 而到了週末兩天 新南風會更強水氣又會稍微增加 所以可以看到在中南部不定時 會有斷斷續續偶爾的偶震雨 而其他各地山區還有北部東部都要留意午後 也會有短陣的雷震雨 而且要特別注意可能會是又大又極的奏雨 所以出門最好還是帶把閃 晴天雨天都可以陰陰 而溫度方面全台灣也都是滿溫暖的 有32到33度 再加上濕度高 體感溫度恐怕會更高 回到今天天氣來看到衛星雲圖 今天天氣和昨天很類似大環境 吹的是西南風 各地都是多雲道晴的 而偏南風帶來溫暖的空氣 在溫度上面 今天白天的高溫 各地可以來到32到34度 夜晚清晨也有24到27度 溫暖偏熱的天氣 而早上在金門馬祖 今天有農務特報 在金門能見度還是不到200公尺 所以還是要留意航班資訊 今天還要特別注意紫外線偏高 預估在台東這邊會來到過量級的時 也就是過量級的上限 一定要注意防曬 其他全台各地 除了基隆彰化台中是高量級之外 其他各地也是紅通通一片過量級 尤其在中午12點前後兩個小時 紫外線最強烈 要小心在大太陽下曝曬20分鐘 就可能會對人體造成傷害了 所以趕快請助你的防曬乳 外套帽子還有陽傘不要曬傷了 在溫度方面也要留意 氣象局發布了高溫資訊 範圍包括了台東還有藍女綠島 是橘色燈號 意思是有連續出現36度高溫的機會 所以尤其也是在中午前後 要盡量減少非必要的戶外活動 勞動或是運動 也要特別注意防曬 還有來看到下雨的部分 今天大環境的水氣是偏少的 下雨部分主要是在中午過後 因為熱力作用 中午過後在各地山區 容易會有短暫的午後雷震雨 還有包括大台北地區 還有東側的宜蘭花蓮也可能會下雨 而且容易會是局部的大雨 所以早上不要看天氣不錯 就沒帶傘 出門還是帶把傘比較好 接下來幾天天氣一樣 持續受到西南風影響 天氣大多是多雲稻情 下午過後容易下午後雷震雨 要到下一波天氣的變化 就會在下星期一 又會有一波封面逐漸接近 到時候西半邊的地區 降雨的情況會慢慢增加 而東半部還是午後雷震雨為主 到了下週二下週三 封面影響台灣降雨的情況 就會更加明顯 不過這一波沒有冷空氣的影響 會比較小 所以溫度大概只會略降一點點 而這一波封面 預估會滯留三到四天 再加上西南風的暖濕水氣 有點類似過去兩波沒雨 封面雨恐怕不小 所以想要幫衣櫃換季洗衣曬背的話 要趕快把握廉價這幾天 這一天下雨情況都很類似 今天主要是在大台北地區 東側還有這個東北角 這邊雨會比較明顯 午後雷震雨要稍微留意一下 而明天水氣稍微多一點 所以除了午後雷震雨之外 在中南部沿海 清晨也容易會有零星的降雨 到了星期六日 中南部的整天都會有不定時的降雨 其他地方也容易下午後雷震雨 在溫度變化方面 已經可以看到偏暖熱了 可以看到北部地區這幾天 高溫都有30到31度 清晨入夜的溫度也來到25度 下週封面影響 低溫也還是有24度 而中部地區這幾天高溫有32到34度 低溫27度 到下星期一呢 清晨入夜低溫會稍微 會涼一點點來到26到30度 晚上睡覺應該不少人在開電扇 甚至開冷氣了 來看到東部地區 東部地區也是這幾天高溫都有30度 低溫有25度 到下週封面來高溫低溫會略降一點點 只有1度來到24到29度 還是潮溼悶熱 所以端午節過後衣櫃真的可以開始換季了 來幫您整理今天的氣象重點 今天各地溫暖偏熱 而且紫外線是高量級到過量級的 出門要記得做防曬補充水分 也可以穿透氣一點的衣服會比較舒服 下雨的部分主要是午後雷陣雨 包括大台北地區 宜蘭花蓮還有各地山區 都要特別留意午後的雨勢可能會比較大 出門還是帶拔傘比較好 高溫穩定的天氣會持續到週末 到下星期一開始又會有一波封面接近 這一波封面預估會影響台灣至少三四天 要趕快把握廉價三天有陽光相對穩定的天氣 出門曬曬陽光或是洗衣曬背 而今天在金門馬祖是有農務特報 在金門的能見度還是不到200公尺 要小心留意航班資訊 以上是這一節氣象把時間交給晨熙 在金門路上走入住 拍得好三格派 封面交給晨熙 演唱給晨熙 在金門市中下的精神 thunder陣紅 芒 發光 賞 令吉利 丁